注意看,这只年老的狗刚想上吊自杀,却被一只老狼给叫住,老狗万万没想到,昔日的死对头,竟然会好心地劝阻自己,也就是老狼的这番好心,让他日后再被冻死之时,得到了老狗的救助,而老狗自杀的原因,还得从头说起,很久以前,在俄罗斯的一个小山村,有一条忠心耿耿服侍主人的老狗,随着时间的流逝,老狗已经变得浑身都是毛病,不仅眼花耳聋,而且腿脚还不灵便,也是因为这些毛病,让他时常在家里惹祸,不是撞刀主人,就是闹得鸡 一飞猫跳,由于眼花耳聋,这天晚上,一名小偷潜入小院,将主人的贵重东西偷走,他却浑然不知,第二天主人气愤之下,将老狗踢出了家门,无家可归的老狗,只能来到森林里四处游荡,可没有野外生活的经历,老狗连找吃的都做不到,随着夜幕降临,老狗无奈地从丛林里,抽出一根藤条磨牙冲击,听到远处村里传来的歌声,老狗瞬间流出心酸的眼泪,他不明白自己,忠心耿耿地伺候了主人那么多年,因为自己犯了一个 就被无情地抛弃,心灰意冷之下,老狗决定了却刺激的狗生,就在他准备上吊自杀时,却被老狼叫住 作为同病相怜的老狼,看着老狗的处境,也是百感交集,为了帮助老狗,他决定做些什么,第二天,村里的人正在隔收粮食,老狼突然出现,将老狗主人的孩子叼走 就在这时,老狗冲了出来,将老狼拦下,在主人面前上演一场大戏 在老狼离开后,老狗将孩子叼了回去 看到老狗立下大功,主人再次收留了他,之后的日子,老狗也如愿过上了好日子,不用再为一日三餐发愁 看着飘落的雪花,老狗想起了 之前帮助自己的老狼,只见他冒着大雪,跑到了与老狼相遇的地方 镜头一转,此时的村民正在屋内,尽情的欢歌再无饮酒坐了 而老狗则是趁着村民没住一时,偷偷地顺走了一些食物,拿到桌下给昔日好友老狼享用 听着人类的歌声,老狼也不由自主地哼唱了起来 然而不料却被人类发现 没想到这对昔日的死对头,在垂暮之年,还能成为知心朋友 老狼的仗义相助,与老狗的感恩,成就了他们之间一份深厚的友谊 这是一部苏联动画老狗的故事,看到这里你们感动了吗